下边我来和大家分享一道麻辣豆腐 麻辣豆腐我们搭配点新鲜的香菇 还有温热性的一些食材油 红辣椒油 豆瓣酱 香菜 也叫盐席 少许的辣椒 小米椒 还有花椒 再来一点白芝麻 我们把豆腐切成块 跟香菇放在一起 煮这麻辣豆腐有个小翘丸 就是这个锅里面先加点盐巴 然后豆腐要下去烫 冷水下锅 下去烫 这样子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豆腐 待会煮起来豆腐不会变形 还是一块一块的 烫好的豆腐和香菇 给它过水过得起来备用 锅里面同样先下辣椒和花椒 再下水 把它炒干 辣椒、花椒炒香以后 下豆瓣酱 下点酱油 炒香 给它炒香 炒香以后加水 加豆腐 加豆腐 把豆腐尾一起下下去 炖一会儿 好很漂亮 我们加一点点的盐巴 好 刚才这豆瓣酱和酱油都是咸的 所以下一点点就好 好 最后勾芡 勾芡 把豆腐尽 去 gr泡 ум 我 煮好准备起锅的时候 我们下点辣椒香油 麻辣豆腐煮完以后 我们上面撒点白芝麻 然后再下点香菜 也叫下点盐西 点缀一下 非常漂亮